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与死亡之间隔着一张垫子 父母走后 我们就直接坐在死亡上了 几悲伤之情不言而喻 而有个女孩 母亲早逝 父亲不关心她 甚至连父母当初的婚姻也像是一个笑话 但是她却坚强地行走在这世间 她就是沈殿霞的女儿 郑心仪 1974年 沈殿霞帮好朋友送一封分手信给郑少秋 之后她看见郑少秋失恋后的落寞模样 觉得于心不忍 于是在她身边安慰 开解她 没想到慢慢地和郑少秋成为了恋人 当时的沈殿霞已经是娱乐圈里的大明星 知名主持人和演员 谢贤和邓光荣都是她的干哥哥 在香港娱乐圈的人脉资源 令无数人羡慕 而郑少秋的事业才刚刚起步 谢贤和邓光荣都曾劝沈殿霞不要被郑少秋骗了 怀疑郑少秋想靠着沈殿霞上位 但奈何沈殿霞对郑少秋一往情深 甚至放弃自己的事业 专心做起郑少秋的经纪人 还想跟着她去台湾发展 拼命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帮郑少秋成名 而和沈殿霞恋爱之后 郑少秋的事业确实飞升 相继出演《书见恩仇录》 《以天驼龙记》和《楚留香》等等 凭借俊美的长相和挺拔不凡的身材气质 成为一代古装男神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她和观精华的绯闻 当沈殿霞质问郑少秋 她是不是在外面有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郑少秋失口否认 还说你不相信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结婚 沈殿霞想着 如果她正式做了郑太太 那外面的女人就不敢再靠近郑少秋了 于是在1985年 沈殿霞终于嫁给了相恋11年的男友 郑少秋 但是婚后没多久 郑少秋又跟沈殿霞说 如果三年内不生小孩 那就别怪她离婚 痴情的沈殿霞为了挽留丈夫 在40岁高龄生下了女儿郑心仪 但是八个月之后 她居然做出了要离婚的决定 曾经无论如何都要跟郑少秋在一起的她 在女儿八个月大的时候 却选择了离婚 可见她对这段婚姻有多绝望 沈殿霞对郑少秋有多爱呢 在他们离婚13年之后 沈殿霞已经逐渐放下这段感情带来的伤害 但她还是不死心 还要问郑少秋 相恋和结婚这十几年里 你有没有真正正正地爱过自己 郑少秋回答 她真的很喜欢沈殿霞 她觉得沈殿霞真的对自己很好 听到这里的沈殿霞阻止她再说下去 她说这些已经足够了 谢谢你 有时候事情不要弄得太明白 反而更加幸福 而郑少秋在离婚第二年 就娶了关金华 之后生了两个女儿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沈殿霞也不再消沉 为了弥补女儿不能再完整的家庭成长 沈殿霞对女儿非常宠爱 郑仙仪小时候 每天早餐是吃鲍鱼 她口中的随便吃吃 就是简单煮一下鲍鱼和鱼吃 但沈殿霞说女儿从小到大 穿漂亮的衣服 吃最好的美食 住豪宅 但她还是不满足 因为她缺少父亲的爱 后来有一次 郑少秋突然出现在郑仙仪面前 沈殿霞看到女儿非常开心 幸福的样子 她开始慢慢释怀了内心 对郑少秋的怨恨 反而还感谢郑少秋 能让女儿这么开心 郑仙仪是幸运的单亲子女 因为她有一个爱她胜过一切的妈妈 沈殿霞是女儿超过了自己的一切 她不想女儿被父母的事情影响 所以沈殿霞从来没有在郑仙仪面前 说过郑少秋的坏话 甚至不反对郑仙仪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接触 让郑仙仪要叫关京华叫做阿姨 要尊重她 所以即便亲友和外姐 对郑少秋作为父亲的责任有所非议 但郑仙仪恰恰很看得开 甚至还多次为自己的父亲解围 后来沈殿霞去世 因为怕年幼的郑仙仪挥霍掉这笔财产 于是她把这笔钱成立了信托基金 规定郑仙仪在满35岁之后 才能够继承这笔遗产 而在这之前 她每个月只能领取两万块的生活费 纵观郑仙仪的成长经历 虽然她是衣食无忧的新二代 但她成长之路也经历了不少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因为妈妈沈殿霞的遗传 加上小时候无节制的饮食习惯 郑仙仪小小年纪身体就开始长胖 15岁的时候体重就已经高达200斤 沈殿霞也说过女儿身材肥胖不好看 甚至因为在表演节目的时候 亲了吴卓西的脸颊 郑仙仪被媒体攻击 是死亡之吻 之后郑仙仪开始想减肥 为此妈妈沈殿霞还找来好友帮忙 郑仙仪确实一度瘦到100斤左右 瘦下来的她还和TVB花旦 许子山有几分相似 不过后来又反弹了 除此之外她也十分努力 想要成为妈妈的骄傲 2016年郑仙仪终于在乐坛获得了成就 拿到了我最喜爱的女歌手 凭借一首《我是女神》走红 这个时候她吐露多年前 被说死亡之吻的事情 她说自己很介意 但也很感谢大家给她的压力 可见她的乐观 除了身材 沈殿霞去世之后 郑仙仪很长一段时间 都受到外界的非议 因为那个时候 有报道说她交往了一个 不学无术的男朋友 还变卖了妈妈留下来的豪宅 和男友规或无度 也有报道说 她和妈妈生前的好友 也是自己的恩师反目 不过面对这些非议 她从来没有解释过 而是靠着自己的奋斗 在拿到母亲留下的遗产之前 自己自足 买了一套价值三千万的豪宅 成为了一个小富婆 如今郑心仪就要满35岁了 这段时间 媒体对她即将继承 妈妈六千万遗产的事情 很关注 但是郑心仪却觉得 没有什么好回应的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这样的报道 她觉得无所谓 郑心仪认为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做好她的工作 唱好她的歌 拍好她的片 才是最重要的 而她也希望 喜欢和支持她的网友 不要因为这些报道 而不喜欢她 不久前 34岁的郑心仪出席活动 透露自己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急速瘦了18斤 减肥前 郑心仪的体重高达180斤 现在她的体重 大约在160斤左右 为了减肥 郑心仪特地生酮饮食 而减肥成功 也让她有了更好的心态 以前郑心仪 时不时在直播间痛哭流泪 给生很颓废的感觉 但是现在的郑心仪 变得积极乐观了很多 她透露就算在家 自己也会精心地化妆 穿上漂亮的衣服 打扮自己 她感慨地说 这样子人会比较开心 终于像个神了 整个人的感觉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从郑心仪的话不难看出 她现阶段的状态非常好 心中充满了希望 而这份希望 大概是减肥带给她的 唯一可惜的是 恨嫁的郑心仪 一直都没有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郑心仪 前面34年的人生中 都充满了不安全感 她对家庭的渴望 也比一般人更加强烈 但是郑心仪 交往过的男友 都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那些男友不是片财片色 就是误会她有第三者 然后抛弃她 一走了之 不过好在她生性乐观 虽说年过三十还没结婚 但不久前在节目上表示 自己其实对婚姻 是有憧憬的 她还说自己 未来十年的希望 是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公 然后生孩子 郑心仪还透露 会考虑冻卵子 以备以后生孩子用 她说生孩子 是她人生的使命之一 虽然在单亲家庭长大 妈妈也很早就离开自己 但郑心仪从妈妈那里 得到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 这两样东西 让她依然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 第一就是独立坚强的个性 当年沈殿霞去世 因为她给郑心仪 限制了生活费 郑心仪一度生活拮据 卡里只剩104块钱 但是她没有求助爸爸郑少秋 而是一路靠自己熬过来了 郑少秋也是通过媒体 才知道女儿的情况 她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 还说郑心仪个性太固执了 作为父亲 郑少秋被媒体曝光 多年来拍戏 投资 炒股有成 默认有4亿元身家 不过她的钱都断在老国关金华手里 恐怕郑心仪是一毛钱也分不到的 但好在郑心仪自己有出息 沈殿霞留给郑心仪第二样宝贵的东西 就是宽容 让郑心仪并没有仇视自己的爸爸 活在没有怨恨的世界才会得到幸福 就像郑心仪说的 她对郑少秋这个爸爸不会生气 也不会特别爱 因为爸爸始终是爸爸 她一早就明白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加上沈殿霞从来没有在她面前 说过爸爸的坏话 有沈殿霞这个100分妈妈 就是郑心仪最大的幸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宇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